清明扫墓其实各地的习俗都还蛮多的 我们带您到南投先来看看 在南投这边有公墓 居然有民众请来电子花车来表演给祖先看 而在彰化这边是有一项蛮特别的传统习俗 就是扫墓的还会发红包 听说昨天就发出了有80万 带您看看 台上女郎卖力的演唱 只装着三点式的比基尼在热舞 但是台下却是一般民众 带着全家大小在扫墓拜拜 不只大人在看 还有小朋友边吃便当边欣赏台上的表演 这个电子花车设某个中心会请来表演的 在清明节给仙人看 虽然三点不漏 但是场合是否恰当 大家看法不一 主线要看就看吧 对 对小朋友不好的影响 多多少少 另外在彰化鹿港 有一户人家扫墓居然还发红包 在他们家的墓前 排了长长的人龙 原来这是当地一种称作印猛贵的习俗 在农业时代是扫完墓之后 拿祭品给街坊邻居分食 现在社会为了方便 改发红包给前来的民众讨吉祥 这户人家今年花了120万 准备了6000包200元的红包 除了让民众开心 他们也希望这样的习俗 能够延续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